6月25日是2020年的农历端午节 新冠肺炎疫情下 香港各式粽子如期上市 记者走访发现 端午节期间粽子的销售反超2019年 大有逆袭之势 记者走访港岛区的多家店铺发现 各个商铺门口均挂满形状各异 口味多样的粽子 价格在几十至一百港元不等 营业超过30年的三阳号食品店 坐落于中环永吉街上 来往人流不断 店主袁女士表示 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强制检疫令的影响 香港市民不能回内地走亲访友 而选择流港买粽子过节 2020年粽子销量竟出乎意料的反超2019年 应该正好过9月 哇 我怎么说都包多少包米 我今年60多包米都包完了 我们每一年都会差不多好像有增长 因为我这一年都会介绍一个 介绍一个 袁女士介绍 龙船粽格外受市民青睐 不少人买来送礼 但因疫情影响 很多粽业无法从内地运输过来 所以产量大减 疫情之下 市民格外注重健康养生 为此店铺也推陈出新 创新品种 主打的健康新品应试而生 开发的几款如陈皮云耳粽等健康网红产品 受到市民欢迎 销量十分可观 我原底今年很多龙兜种 今年过不了 那些叶过不了关 发不了来香港 所以我没得包 所以我这些尽量包多些 我老是来买过了今早 跟着又再买 不好吃不会来买 一家人一起吃种 往年的子时 香港有约十个地区 举行赛龙舟活动 吸引许多市民挤在岸边观看 2020年的端午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沙田龙舟竞赛 香港在龙舟进度大赛 和于景湾龙舟比赛 等早已宣布取消会延期 近年逐渐成为地区盛市的 赤柱龙舟赛 也决定研制十月举行 千周进度情形不在 记者在香港在海边看到 本应该在端午节期间 热闹非凡的龙舟赛场水道 现在平静如常 停泊着大大小小的渔船 只有街渡船 还在来来回回地接送着乘客 周边有市民觉得 龙舟赛取消是应该的 也有人觉得赛龙舟是中国传统活动 取消了有些可惜 如果有的赛就高兴些 没有都没办法的嘛 疫情 是这样你都没办法的嘛 没有当然不好啦 年年都有的 康金仔赛龙舟是很高兴的 没有排龙舟你总你都会吃假的 过节是中国人的东西来的嘛 很安静 还有没有那么高兴 那些人没有那么开心 如果往年很多人准备看龙舟 已经很开心了 已经是 但是现在这样的疫情 搞得个个都好像人生蒙蒙 没有什么意思 真的 个个是中国的传统来的嘛 这次人来的嘛 但是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也有些可惜的嘛 从小到大都觉得是有这个 有疫情就不需要取消了龙舟 没有遗憾的 你疫情是危险的 免得罪人聚集 政府说这样就要听话些 反小一年而已 没有问题的 明年就有了 是不是 最重要人身身健康 人身安全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 反而已 不用危险的东西去搏 爬龙舟就慶祝 一种纪念而已 由于最近香港限制令 从8人以下聚集 放宽到50人以下聚集 端午节期间 街上人流开始恢复 餐厅店铺顾客增加 不少人选择出外就餐 疫情的阴霾正在逐渐散去